上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红细胞血型概论部分的内容 给大家介绍了红细胞血型抗原,红细胞血型抗体 以及利用抗原抗体反应来进行的这个红细胞血型的检测 也给大家介绍了由红细胞血型抗原和血型抗体构成的这个红细胞血型的传统命名法 这个红细胞血型的传统命名呢,非常的混乱 不同的这个血型系统,不同的抗原,不同的抗体和编码抗原的基因呢 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命名,非常的混乱 所以这个国际数学学会呢,经过这个二十多年的努力 希望能够统一红细胞血型的命名 建议对红细胞血型系统呢,使用数字命名法 这是这个红细胞血型系统的数字命名法 所谓数字命名法呢,就是用不同的数字代号 来表示不同的这个红细胞血型系统 以及血型系统中的不同的抗原 例如,用001来表示这个血型系统 这个血型系统,ABO血型系统 002表示MNS血型系统 003表示P血型系统 004表示RH血型系统 它用不同的数字代号来表示不同的这个血型系统 对于血型系统中的不同的抗原呢,也用不同的数字代号来表示 例如这个,ABO血型系统中的A抗原呢,用001 001表示 B抗原呢,用001 002来表示 MNS血型系统中的M抗原 N抗原 大S抗原 小S抗原呢 分别用002,001,002,002,002,003,002,004来表示 所以这是国际书学协会提出的数字命名法 用不同的数字代号来表示不同的血型系统 以及血型系统中的不同的抗原 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主要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首先来了解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发现的这个人类红细胞血型系统 ABO血型系统 ABO血型系统呢 是由这个Lander Steiner发现的 在奥地利维亚纳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的科学家 Lander Steiner在研究发热病人的血清的时候发现 发热病人的血清中有一种溶血素 能够使正常人的红细胞发生溶解 他认为在正常人的血清中存在着灵极素 能够使其他人的红细胞发生灵极 他推测这是由于在红细胞上有相应的抗原 而其他人的血清中有相应的抗体 抗原抗体反应导致了红细胞的灵极 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推测 Lander Steiner就收集了自己和五名同事的血液 分离出血清和红细胞 将红细胞制成红细胞悬液 然后将每份血清和其他人的红细胞混合 观察会出现的现象 结果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一个是红细胞灵极 一个是红细胞不灵极 这个Lander Steiner就根据红细胞灵极与否 根据这个灵极反应的产生 将人的血型分为了三种形别 A型 B型和C型 C型就是后来的O型 1902年Lander Steiner的两个学生 又发现了ABO血型的另外一种类型 AB型 这样Lander Steiner和他的学生 就发现了ABO血型的四种类型 A型、B型、O型和AB型 A型人的红细胞上具有A抗原 血清中具有抗B抗体 B型人的红细胞上有B抗原 血清中还有抗A抗体 O型人的红细胞上 没有A抗原、B抗原 血清中有抗A抗体、抗B抗体 AB型人的红细胞上 既有A抗原、B抗原 血清中不含有抗A抗体、抗B抗体 Lander Steiner和他的学生 发现了这四种主要的ABO血型 1910年另外两位科学家提出 将Lander Steiner发现的这种血型系统 命名为ABO血型系统 这个血型系统中的两种抗原 命名为A抗原、B抗原 两种相应的抗体 分别命名为抗A抗体、抗B抗体 或者Alpha抗体、Beta抗体 同时它们证实了ABO血型系统中的抗原 A抗原和B抗原的遗传 遵循梦德定律 1924年 Burston提出了著名的三副等位基因的学说 它认为在一个金座的三个等位基因 就可以解释ABO血型的遗传 这是对ABO血型的一个发现和研究的历史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发现的红细胞血型系统 ABO血型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ABO血型抗原 ABO血型抗原有三种类型 纯溶性的糖脂类 水溶性的糖蛋白 磨糖蛋白 前面我们说了 红细胞的血型抗原 根据它的化学结构不同 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磨蛋白 糖脂类和磨糖蛋白 这个ABO血型抗原 涉及到其中的两大类 一类是纯溶性的糖脂类 主要存在于红细胞和其他组织细胞中 但不建于老组织和体液中 另外一类是糖蛋白 包括水溶性的糖蛋白和磨糖蛋白 水溶性糖蛋白主要存在于人体液 分泌和组织中 但不建于红细胞和血清中 磨糖蛋白主要位于细胞磨的 离子交换蛋白 Band3和葡糖转运蛋白 Band4,Band5 所以ABO血型抗原主要有三种类型 纯溶性的糖脂类 水溶性糖蛋白和磨糖蛋白 ABO血型抗原有两种A抗原 B抗原 这两种不同的ABO血型抗原 都来源于同样的一种基础物质 H物质 这个H物质是由19号染色体上的 岩藻糖转移酶基因 FUT基因座编码的 α2L岩藻糖转移酶 作用于血型浅体物质而产生的 什么是血型浅体物质呢 血型浅体物质是由多种单糖 有顺序连接形成的糖链 糖链的两个末端 还原末端和非还原末端 糖链的非还原末端 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二糖结构 糖链的非还原末端的两个单糖 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称为末端核心结构 根据这个末端核心结构中 根据这个基本二糖结构中 两个单糖的种类不同 两个单糖之间糖链件的 连接方式不同 可以将血型浅体物质 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 书上给大家列出了 这六种类型的血型浅体物质 它们在这个基本二糖结构中的 这个单糖的种类 以及单糖之间糖链件的 连接方式 根据这个基本二糖结构中 单糖的种类不同 单糖之间糖链件的 连接方式不同 血型浅体物质呢 可以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 这六种不同类型的 血型浅体物质 在体内的分布是不同的 一型血型浅体物质 主要位于分泌液 血浆和内胚层起源组织 二型血型浅体物质 主要位于红细胞分泌液 和外胚层或中胚层起源组织 三型血型浅体物质的 A连接支质型位于红细胞膜 O或A连接棉蛋白型 存在于分泌液中 四型血型浅体物质 位于红细胞膜上 与P抗原有关 五型血型浅体物质呢 是人工合成产物 六型血型浅体物质 以寡糖的形式 存在于人的乳汁和尿液中 所以这六种不同类型的 血型浅体物质 在人体内的分布是不同的 这个血型浅体物质 对A抗原、B抗原和H物质来说 都非常的重要 这种血型浅体物质 在19号染色体上 FUT基因做上编码的 α2R塩藻糖转移酶的作用下 可以在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 这个第二个碳原子上 连接上一个L塩藻糖 从而转变成这个H抗原 这个H抗原呢 是ABO血型抗原 A抗原和B抗原 共同的基础物质 它可以进一步的 在不同糖基转移酶的作用下 分别生成A抗原和B抗原 在这个糖基转移酶 α三代以先 低胺基半乳糖转移酶的作用下 H抗原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可以连接上一个胺基半乳糖 从而使H抗原转化成A抗原 在α三D半乳糖转移酶的作用下 这个H抗原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这个第三个碳原子上 可以连接上一个半乳糖 从而使H抗原生成B抗原 所以血型前体物质可以转化成H抗原 而这个H抗原呢 又可以在不同糖基转移酶的作用下 分别生成A抗原和B抗原 这是A抗原 B抗原和H抗原的这个形成 从ABO血型抗原的形成过程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ABO抗原呢 并不是基因的直接产物 基因直接表达产生的并不是A抗原 B抗原 它产生的是不同的糖基转移酶 α三氮乙先低氨基半乳糖转移酶 α3D半乳糖转移酶 这些不同的糖基转移酶 可以催化不同糖链的生成 α三氮乙先低氨基半乳糖转移酶 可以在H抗原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连接上一个氨基半乳糖 而α3D半乳糖转移酶 可以在H抗原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连接上一个低半乳糖 所以这个ABO基因呢 表达产生的不同的糖基转移酶 这些不同的糖基转移酶呢 催化不同糖链的生成 从而使H抗原呢 分别转化成A抗原和B抗原 而A抗原和B抗原的差别呢 就在于在糖链末端 低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A抗原具有的是氨基半乳糖 B抗原具有的是低半乳糖 所以A和B抗原的特异性就取决于这个糖链末端 由半乳糖 氨基半乳糖和盐藻糖 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三糖结构 控制ABO血型抗原表达的基因 ABO基因呢 位于人类的第九号染色体上 位于九号染色体长臂的三驱四代 ABO基因呢 全长约18个KB 它含有18000个碱基队 在ABO基因里面呢 含有七个外弦子 下面这个图呢 是ABO血型基因的结构的示意图 它标示出了这个ABO基因中呢 有七个外弦子 这七个外弦子中间呢 插入了六个类含子 这是ABO血型基因的结构 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有三个不同的等位基因 A基因 B基因和O基因 所谓等位基因 大家知道 是在同一基因座上出现的 具有DNA一级结构 差异的这种不同的基因 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所出现的这些等位基因 A基因 B基因 O基因呢 它们之间也有序列差异 在A基因和B基因之间 有七个单减基的差异 在这七个单减基的差异中 有三个属于同一突变 所谓同一突变 是指这个减基替换以后 虽然这个一个密码子变成了另外一个密码子 但是由于密码子具有减并性 后来形成的这个密码子和先前的密码子编码的是同一个氨基酸 所以这个突变呢 没有引起蛋白质氨基酸序列的改变 A基因和B基因之间的这个七个单减基差异中呢 有四个属于错异突变 所谓错异突变呢 是指减基的替换 使得编码一种氨基酸的密码子 变成了编码另一种氨基酸的密码子 导致蛋白质的氨基酸改变 基因编码产生了不同的蛋白质 这是A基因和B基因之间的这个序列差异 和A基因B基因相比呢 欧基因有一个单减基的缺失 这个单减基缺失呢 引起了乙码突变 所谓乙码突变 是指在插入或缺失一个或一段核干酸以后 使下游的这个阅读框架发生改变 改变了自突变点到钛链末端的这个氨基酸的序列 欧基因的这个单减基缺失呢 引起了银码突变 使中止密码提前出现 这是ABO血型基因座上的三个等位基因 这三个等位基因之间有定位一级结构的差异 A基因和B基因之间呢 有七个单减基的差异 其中三个属于同意突变 四个属于错异突变 由于这四个错异突变 使A基因和B基因变码产生的是不同的这个酶蛋白 A基因变码产生的是 α3蛋乙仙低氨基半乳糖转移煤 它可以将蛋乙仙低氨基半乳糖转移到 H抗原糖面末端的 D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使H抗原转化成A抗原 B基因编码产生的是 α3D半乳糖转移煤 它可以将D半乳糖转移到H抗原糖面末端 D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使H抗原转化成B抗原 在O基因有一个单减基的缺失 这个单减基缺失呢 导致乙码突变 使中指密码提前出现 所以O基因编码产生的是 没有酶活性的蛋白 O型个体呢 没有以上两种糖基转移煤的生成 不能将这个H抗原转化成A抗原B抗原 没有AB抗原的生成 红细胞膜上只有H抗原 这是ABO基因座上的三个等位基因 A基因、B基因和O基因 在ABO基因座上有这三个主要的等位基因 在这三个等位基因之间 A基因、B基因对O为显性 O为隐性 A基因和B基因之间是共显性的关系 这是这个Burston的三副等位基因学说的内容 ABO血型基因座上的三个等位基因 可以形成六种基因 由于A基因、B基因和O基因之间显性和隐性的关系 这六种基因可以决定四种表形 基因形为AO的个体 它和基因形为AA的个体一样 体内由A基因编码产生的这个α三弹乙线 D氨基半乳糖转移酶 因为A和O之间是显性和隐性的关系 所以它和这个基因形为AA的个体一样 体内由A基因编码产生的这种糖基转移酶 可以将红细胞膜上的H抗原转化成A抗原 个体的红细胞膜上有A抗原 血清中有抗B抗体 个体的表形为A型 基因形为BO的杂合子个体 和基因形为BB的这个个体一样 体内由B基因编码产生的α三D半乳糖转移酶 可以将红细胞膜上的H抗原转化成B抗原 个体的红细胞上有B抗原 血清中有抗A抗体 个体的表形为B型 基因形为AB型的个体 因为A和B是共显性的关系 所以个体的体内既有由A基因编码产生的 α三氮乙仙D氨基半乳糖转移酶 又有由B基因编码产生的α3D半乳糖转移酶 可以将红细胞膜膜上的H抗原转化成A抗原和B抗原 个体的红细胞上既有A抗原又有B抗原 血清中没有抗A抗体抗B抗体 个体的表形是AB型 基因形为O型的这个个体 因为O基因的这个单减机缺失导致移码突变 使中指密码提前出现 所以它变码产生的是没有酶活性的短态 它没有任何这个糖基转移酶的生成 不能将H抗原转化成A抗原B抗原 它的红细胞上既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 血清中有抗A抗体抗B抗体 这样ABO血型基因座上的三个等位基因 就可以组合成六种基因型 决定了ABO血型的四种普通型 A型、B型、AB型和O型 ABO血型除了前面的这四种普通型以外 还存在着一些亚型和变异型 ABO血型的亚型最常见于A抗原 最常见的A亚型为A1型和A2型 A1型约占A型的80% A2型约占A型的19.9% A1型的红细胞上有两种抗原 A抗原和A1抗原 A2型的红细胞上只有一种抗原 虽然A1型和A2型的红细胞上都有A抗原 但是A1型红细胞上的A抗原 比A2型红细胞多了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所以A1型和A2型的红细胞上都共有A抗原 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A1型的红细胞上有A1抗原 而A2型的红细胞上没有A1抗原 B型人的血清中有抗A和抗A1两种灵集素 由于这个A抗原既存在于A1型的红细胞上 又存在于A2型的红细胞上 所以这个抗A抗体可以凝集所有的A型和AB型的红细胞 而A1抗原只存在于A1型的红细胞上 所以抗A1抗体只能凝集A1型和A1B型的红细胞 商品的抗A血清不能区别A1和A2亚型 因为A1和A2亚型的红细胞上都有A抗原 都可以和这个抗A抗体结合 用A2型红细胞吸收过的B型血清中将只含有抗A1抗体 因为B型血清中的抗A抗体已经和A2型红细胞上的这个A抗原结合 所以用A2型红细胞吸收过的只含有抗A1抗体的B型血清 可以区别A1亚型和A2亚型 双花扁豆具有抗A1活性的植物血凝素 可以用来检测A1抗原 在分型A1型和A1B型的红细胞特异性比较好 因此常用于A1型和A1B型的检测 A1亚型和A2亚型的红细胞上有不同的抗原 这是因为个体的体内存在不同的糖基转移酶 它们催化了不同A抗原的生成 这些不同的糖基转移酶是由不同的等位基因来编码产生的A1A2 A亚型的遗传就是以A1A2为等位基因 其中A1对A2为显性 A2对O为显性 A1和B A2和B之间是共显性的关系 和A亚型有关的这两个等位基因 A1和A2之间具有序列的差异 A2是在A1等位基因的基础上 在467位检测位置出现了一个包密定和胸线密定的检测替换 在1059位检测位置出现了一个包密定的单检测缺失 这个1059位检测位置的单检测缺失 导致了阅读框架的移位 使中值密码错后出现 使得A2等位基因编码的酶蛋白 比A1等位基因编码的酶蛋白 多出了21个氨基酸残基 所以A2等位基因和A1等位基因编码产生的是 不同的糖基转移酶 它们催化不同糖链的生成 从而在这个红细胞上生成了不同的A抗原 ABO血型的这个除了存在这个亚型以外 还有一些异常的ABO型 比如这个顺势AB型 顺势AB型具有以下的一些血清学特征 顺势AB型个体的A抗原多为A2型 B抗原几乎为弱B型 顺势AB型个体细胞上H抗原的量高于正常的A2B型 顺势AB型个体血清中含有弱抗B抗体 可以识别自身缺买的B抗原 分泌型个体脱液中可以分泌正常量的A物质 H物质和少量的B物质 这是顺势AB型的血清学特征 导致顺势AB型产生的原因有两类 一类是由于不等交换导致了AB基因的连锁 在减速分裂的过程中 同源染色体可以发生配对重组和交换 在正常情况下 这种交换是等量的 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这个左边这张图上 染色体在大致相当的位置发生断裂 进行染色体之间的相互的交换 即使这个ABO血型基因 做上的这两个等位基因 A基因和B基因参加这个交换过程 由于这是一种等量的交换 所以交换以后 虽然它们的位置发生了一个互换 但是它们仍然位于不同的染色体上 如果这种交换是不等交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家这个右边的这张图 染色体在不同的位置发生断裂 进行这个不等交换 本来位于这个 大家右边的这个等位基因 B基因呢 交换到了这个左边的这个染色体上 这样在染色体的一小段上 就同时具有了A基因和B基因 这种染色体遗传给后代呢 后代就有可能产生顺势AB型 顺势AB型的人血清中可以获得两种不同性质的 A媒和B媒 一种类似于A2媒 另一种类似于B媒 顺势AB型产生的另外一类原因呢 是ABO基因座的这个单减积错译突变 导致了变异基因的出现 这个变异基因与A1等位基因相比 在467位减积位置 有这个包密定和胸线密定的这种剪辑替换 在803位剪辑位置 有鸟飘零和包密定的这种剪辑替换 这两处点突变呢 都是错译突变 使得这个顺势AB型的变异基因的剪辑序列 和A2基因一致 变异基因和B基因相比 在297位剪辑位置 有一个鸟飘零和线飘零之间的这个剪辑替换 657位剪辑位置 有个TC的剪辑替换 这两处呢都是同一突变 另外在526位剪辑位置 703位剪辑位置 796位剪辑位置 有三处错译突变 这样就使得变异基因和B基因的剪辑序列呢 基本一致 由于变异基因具有这样的一些序列特点 使得它编码合成的酶蛋白 具有A酶和B酶的双重活性 可以同时催化 A抗原和B抗原的合成 这是顺势AB型 还有一种异常的ABO血型呢 叫做获得性B抗原 所谓获得性B抗原 是指A型个体检测出了B型活性的现象 个体为A型个体 血清中有正常的抗B抗体 但是这种个体的红细胞可以被抗B抗体弱灵集 不被自身血清中的抗B抗体灵集 分泌型个体体液中有正常量的A和H物质 这种获得性B抗原的现象呢 常常发生于患癌症或感染性疾病的患者 特别多见于结肠癌和直肠癌患者 获得性B抗原的现象是一过性的 程度随病情变化而变化 获得性B抗原的产生 绝大多数和细菌等微生物产生的一种酶 去以鲜酶有关系 我们知道A抗原和B抗原之间的差别 在于糖面末端低半乳糖的第三个碳原子上 A抗原具有氮乙鲜低胺基半乳糖 而B抗原具有的是低半乳糖 这个细菌等微生物产生的曲以鲜酶呢 就可以将A抗原的特异性的氮乙鲜低胺基半乳糖 转化成低半乳糖氨 这个低半乳糖氨就和B抗原特异性的 这个低半乳糖结构非常的相似 从而使A型个体表现出了B型活性 在部分癌变组织 特别是消化到癌变组织 容易出现ABH抗原性减弱或消失的现象 甚至发生抗原性质的变化 这是获得性B抗原产生的另外一类原因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ABO血型的群体遗传学的分布情况 书上这个表呢给大家列出了ABO血型系统的三个等位基因 A基因、B基因和O基因 在中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群体的这个频率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群体中都是以O基因的频率最高 最高的这个遥足呢达到了0.75 而另外两个等位基因 A基因和B基因的频率呢 明显的低于O基因 但是在不同的群体呢 这些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呢 并没有明显的差别 ABO血型的分形常用血清学的分形方法 血清学的分形方法分为正定型实验和反定型实验 正定型实验呢 是用抗A抗体来判定A抗原 用抗B抗体来判定B抗原 这种用抗体来检测抗原的方法呢 叫做正定型实验 反定型实验呢 是依据血清中的零级素 与标准型别红细胞膜上的零级原反应的性质 来检验结果 即用标准的A型红细胞来判定抗A抗体 用标准的B型红细胞来判定抗B抗体 这种用抗体来检测抗原的检查方法呢 这种用这个抗原来检测抗体的方法呢 就叫做反定型实验 为了得到准确的这个ABO血型的分形呢 常用正反定型两种实验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表 如果一份血液在正定型实验中 抗A抗体和抗B抗体都不能使它灵级 说明个体的红细胞上没有A抗原B抗原 在反定型实验中 它既能使A型红细胞灵级 又能使B型红细胞灵级 说明这份血样的这个血清中有抗A抗体 抗B抗体 红细胞上没有A抗原B抗原 血清中有抗A抗体抗B抗体 这个个体呢有可能是O型个体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说有可能是O型个体呢 因为还有一种情况呢 我们必须要考虑 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份样本 在正定型实验中抗A抗体可以使它灵级 抗B抗体不能使它灵级 说明这个个体的红细胞上有A抗原 在反定型实验中 它能使B型红细胞灵级 不能使A型红细胞灵级 说明它的血清中有抗B抗体 没有抗A抗体 红细胞上有这个A抗原 血清中有抗B抗体 显然这个个体呢是一个A型个体 这是通过正反定型实验 来进行ABO血型的分型 当正反定型实验的结果 和常规的ABO血型的分型原则不符的时候 就提示这个个体呢 可能是弱亚型或者是变异型 ABO血型的分型呢 也可以采用DNA的分型方法 DNA分型方法检测的是个体 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所具有的等位基因 检测的是个体 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所具有的基因型 所以这个DNA分型方法呢 都是针对等位基因的 核甘酸顺序差异而设计的 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有一些这个等位基因 除了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 三个主要等位基因以外 它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一些等位基因 这些等位基因之间呢 都有结构的差异 DNA分型方法呢 都是针对这些等位基因 核甘酸顺序差异而设计的 通过检测这些核甘酸的顺序差异 来区分不同的等位基因 判定个体在ABO血型基因座上 所具有的这个基因型 确定个体的这个ABO血型 对于这个ABO血型基因座上 不同等位基因之间的这种 序列差异呢 可以用多种这个序列多态性的 分析方法来进行检测 比如这个限制性 长度多态性分析方法 序列特异性这个P2方法 等等等等 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给大家 这个详细的介绍 这是给大家介绍的 ABO血型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H抗原和分泌性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ABO血型系统的不同的抗原 A抗原和B抗原都来源于 同样的一种基础物质 H物质 这个H物质呢 是由19号染色体上的 岩藻糖转移酶金座 编码的α2L岩藻糖转移酶 作用于血型前体物质而产生的 所谓血型前体物质呢 是由多种单糖 有顺序连接成的这个糖链 在糖链的非还原末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二糖结构 末端核心结构 根据这个基本二糖结构中 单糖的种类不同 单糖这个之间 糖干件的连接方式不同呢 血型前体物质 可以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型 这六种不同类型的 这个血型前体物质呢 在人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 这个血型前体物质 对ABO血型抗原 对H抗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血型前体物质呢 可以转化成这个 H抗原 H抗原呢 又可以在不同的 糖基转移煤的作用下 层层不同的ABO血型抗原 因此所有人的红细胞表面 无论它的这个ABO血型的分型是什么 都有H抗原 除了这个孟买型红细胞以外 关于这个孟买型呢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介绍 虽然各种ABO血型分型的个体 它的红细胞表面 都有这个H抗原 但是不同类型的成人红细胞 H抗原的抗原性的强弱 是不同的 O型个体的这个红细胞上 H抗原的抗原性最强 其次是A2型 B型 A2B型 A1型和A1B型 ABO血型抗原和这个H抗原之间呢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ABO血型抗原呢 都来源于这个H抗原 但是这个国际书写协会呢 已经把H抗原 单独考虑为一种血型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际书写协会 定义的血型系统是孟德尔性状 是单基因的遗传性状 虽然这个ABO血型抗原和H抗原之间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们的表达受控于 位于不同染色体上的不同的基因 H抗原的表达 与位于19号染色体上的 盐藻糖转移为基因座有关系 而ABO血型抗原的表达 和位于9号染色体上的ABO血型基因 有关系 H抗原和ABO血型抗原 虽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们是由位于不同染色体上的 不同基因来调控的 H抗原是由位于19号染色体上的 盐藻糖转移为基因座来调控的 它是一个单独的基因调控的 所以国际输血协会已经把H抗原 单独考虑为一种血型系统 与H抗原相关的表型 常见的有分泌型和非分泌型 罕见的有H缺失型 也就是孟满型等等 我们后面会对这些常见的表型 和罕见的表型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 来看看 是一个部阶段